好这个档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理 就是对数函数它的性值 那假设说呢我们现在这个f of x 它就是log x 那以a为底 那我们讨论的这个对数这个a 它的底当然要大于0 那a不要等于1 那f of x呢 我们把它叫做对数函数 那么f的定义域 一定是正时数 也就是从0到无限大之间 换句话说这个x的范围呢 你可以从0到无限大之间来取 那它的值域呢是整个的时数 值域是整个的时数 那第二个性值呢 就是对任意的 这个符号是对任意的y属于r 也就是说呢 我们随便找一个时数y出来 那必然呢这个符号是存在 存在唯一的一个x呢 来跟它对应 那这个x呢一定是正的 那必然呢会有底下这个关系是 就是log x等于y 换句话说呢 x的对数呢会等于y 那y呢是任意取出来的一个时数 那我们必然能够 找到唯一存在的一个x 然后使得x的对数呢就是y 使得x的对数就是y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个第三个呢就是呢 如果a大于1的话 那么f of x呢 它是严格递增函数 那其实我们从它的这个图形上 就可以看出来 刚才呢如果a大于1的话 这个对数函数它的图形 大概是长得像这样子 好从这底下这样子一路上去的 这样子这是y等于log x 它的这个图形 那么这个a呢要大于1 这个a要大于1 换句话说呢 这个底如果是大于1的 a如果是这个底 如果是大于1的话呢 那么x越大呢 y就越大 这个就是所谓的递增函数 那严格递增就是说呢 没有任意的两个x 你给它带下去 会产生一个同样的一个y 换句话说呢 也就是由上面这个性质得来的 上面这个性质呢 就是说呢 你随便给我一个y 你随便给我一个y 那么我必然可以 到唯一的一个x 唯一哦 可能是两个x 对到同样一个y 有时候呢 这个 有时候函数的图形 它像这样子的 它有一段地方是平的 然后呢 就上去了 那么如果 你这边是y的话呢 对应来呢 它就可以找许多个x 比如说在这边 会有x1 跟y相对应 在这里呢 又有一个x2呢 去跟y相对应 那这个在对数函数里面 是不可能的 因为对数呢 它是唯一 唯一存在一个x 是x出之后呢 它是y 换句话说呢 严格 严格递增 也就是说呢 x越大 y就会越大 x越大 y就会越大 不会出现像 这个情形就是 这个x2比x1要大 但是 对应到同样的y 这样子就没有严格递增 这个函数图形 就没有严格递增 那不严格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因为在这边出现了一段水平的地方 对数函数 这样子的情形 那对数呢 第二种就是呢 如果这个底呢 它是介于这个 0到1之间的话 那么 它函数的图形呢 长得像这样子 就是从上面呢 这样子下来的 它是严格递增 换句话说呢 这个 严格递增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x越大 好 x越大的话呢 那对应上去的这个y呢 它就会更小 比如说 这边再有一个x 那它这个对应的y呢 跑到这边来 跑到这边来 所以 如果你的s呢 是s1跟s2相比 这个s2比s1要大 但是呢 这个y2哦 比y1要小 那这个就是严格递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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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一个第四个性质呢 它说什么呢 其实是呢 对数的性质 因为这个log 这个f of x呢 就是log x 所以呢 f x1乘上x2 它其实呢 就是log x1乘上x2 那我看到分数相乘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改写成 两个对数相加 改写成两个对数相加 所以说呢 在运算下 它其实呢 就是f of x1 再加上呢 f of x2 这个其实就是 帧数相乘 可以改写成两个对数相加的 这个性质 好那这个呢 对这个x1 x2呢 它都是存 它这个性质呢 都是成立的 那这个定理呢 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对数的基本性质 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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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